放在底下 這樣各位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有沒有 從第0個字 意思是說 特別注意喔 這一串 它不是從第一個字開始 它是從0開始 這是0喔 有沒有 從第0個字 到哪一個字呢 到找一找 找什麼呢 找 找這個地址裡面呢 有區的 有區的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 找到對不對 找到這個位置 123456 第6個對不對 那找到之後的話呢 後面記得要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它這個地方是從0開始 所以呢 如果你找到的話 它是0 12345 它回來告訴你5 可是呢 我們將要切的話是1到6 1到6個字嘛 它是0 因為它的位置 是從0開始 所以最後再把它加1 OK 那抓到這一串之後的話 就會是台北市萬華區 萬華區之後的話呢 那後面再寫什麼 後面這一段 它這個實在是寫的很高 很 我是覺得這些東西都把它用寫的實在很佩服 OK 如果呢 這個 它裡面不是有抓到一個什麼 Gate Regio 這個Gate Regio 裡面就是台北市萬華區 如果呢 等於 Undefined Undefined 就是說沒找到的話 那它做什麼事呢 就去建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就會 New一個什麼呢 在Regio.data裡面 Push一個新的資料 表示新增一區的意思 記錄這一區的編號 先給它一個編號 然後呢 再把這個就是編號0 然後新增一個叫台北市萬華區 然後 並且把這個 放到裡面去 就會有個Regio的Title 就是這樣的方式 它 寫的是 不過用這種方式來寫 其實 還不是讓人家很容易理解 但是至少 我稍微說一下 OK 那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分區放到 放到那個 陣列裡面去 上面有一個陣列 那這樣的方式就把它全部跑完了 所以跑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在做什麼動作 基本上喔 就等同是這樣子 我先這邊插入一個 嗯 插入一欄 那我今天要怎麼樣呢 把這裡面的 前面五個 前面六個字 把它切出來的話 可以用什麼 Ctrl Shift向下 就是從第二列 把它怎樣 然後再用什麼 用 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用固定欄寬 下一步 找到台北市萬華區 下一步 下一步 要